7月13日欧阳振华与伤天鹅相与举行庆生派对 预祝两人月底的生日 最近杂志爆出欧阳振华北上到夜店消遣 还惨被记者拍下罪证呈给老婆 当天欧阳振华与老婆食指紧扣到场相当甜蜜 难道这被妻寻婚阿嫂也不生气 她给我老婆看的照片 船的照片里面的人的地方 我老婆都认识了 船都认识是一个很大的酒吧 是我朋友开的 没有什么什么没有什么跳什么舞啊什么 danser表演 每一个大陆每一个酒吧都有danser表演的 中场的时候很苦痛啊 不是什么燕舞啊什么不见得光的事情 对啊 里面一张坐着我旁边的女孩的照片都没有 就算没拍到出格照 但这酒也没少喝吧 今天又再开party 欧阳振华可得当心别有住击ICU了 磕是肯定磕的 但是多少都是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磕走不是很能磕 又不是磕得很疯狂 就是有着磕啦 朋友经我走磕啦 不能磕也不会勉强支持 他是不是都会出来跟你挡走啊 他肯定会了吧 但是他又不是很能磕 顶一顶吧 他站出来 诶 谁人欺负我老公 马上就安静啦 张天鹅随后也随老公恩爱到场并大秀手上的钻戒 甜蜜道是老公送的生日礼物 所以老公也送了一份很够份量的礼物给你 哎呦就是心意而已了 所以不是这个礼物那个有多少 就是他买的给我就 哎呀我说三年不要买了 我请他吃饭 他要请我吃顿饭就行了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